我是宋国破鲁大将军 正当我大破敌军指导敌朝之际 女帝忽然连发十二道金牌 让我回军 原来女帝听信奸相谗言 竟然要跟敌国议和 我一心为国 不受军命 执意率军进攻敌都 一战而下 为我大宋立下布施功虚 然而 班师回朝之后 我却被女帝以抗制不尊 最同谋逆拿下 之后 九族被斩杀与菜市口 血流遍地 人头滚滚 那一日 天地昏暗 百姓闻着皆哭 心冷的悲壮 在我眼前弥漫 逐渐化作心红 当我再度睁眼的一刻 回到了朝堂之上 女帝连发十二道金牌 让我回朝 逼我退兵之时 岳将军 朕已与禁国讲和 此后两国修兵 永无战事 你可回去带着大军班师 不得有误 女帝玉冠黄袍 正经微作 传出清冷的声音 周围百官肃穆 莫不作声 我身旁的副将黄老将军 一心为国 忠心耿耿 见我无言 焦急地出声道 陛下 现在万万不能撤军 我北伐之师 已围困禁国国都 城内已无可战之兵 只需一战定能获胜 黄老将军满眼的期盼 一片的赤诚之心 然而女帝却是冷眼一瞥 哪来的参将 也有资格忘论国事 黄老将军语色 面色凄苦 岳将军 你为何沉默不语 女帝咄咄逼人的目光 射在我身上 我心中微微一动 知道女帝在逼我表态 作为破鲁大将军 我是北伐晋国的主帅 也是最坚定的执行者 为了难忘王师的北帝沦陷百姓 我已经北伐三次 杀敌无数 立下赫赫战功 这回是第四次北伐 我带领二十万精兵 一路势如破竹 更是在决战中 击败了晋国元帅 斩首三十万敌兵 现在我大宋精兵 已经兵临晋国都城下 只需一战 就能灭了晋国 恢复我北境的河山 一谢先朝之耻 然而 陛下却听信了 秦间相的谗言 要跟晋国议和 上一世的时候 我不顾军命 一心畏国 回到军中就挥师攻城 一战成功 擒拿了敌球 恢复了万里山河 可谓有万事不及的功勋 然而 就在我班师回朝后 我却被女帝 以抗制不尊 最同谋反的罪名杀害 还牵连九族 死者六百七十二 我深深脸谋 上一世陛下无情至极 我曾跪地恳求他 放过我的族人 可他冷漠地等 你敢抗制 就为把朕放在眼中 朕恨你入骨髓 单杀你 不足出阵 心头之恨 我背哭 臣所为都是为国为民 并不敢轻视陛下 陛下听信奸相 所言要议和 实乃亡国之路 哼 胡说八道 秦丞相之谋 哪里是你能揣夺的 跟晋国修好 我大宋可偏安一方 勇享太平 我语色 这才明白 陛下根本不在乎 收服北方失地 他更不在乎 是否能灭亡 晋国一血 先朝之耻 他要的 只是想坐稳自己的军位 然后贪图享乐 先红与悲凉 再度弥漫我心头 众活一世的 我打算如他所愿 末将遵旨 回到大军后立刻班师 这一声让一众支持我的武将 纷纷失望低头 更是让我的副官黄老将军 又气又恼 不顾朝堂威严 出声道 岳将军 你不可退兵啊 晋国示弱 使此机会 一旦让虎狼缓过进来 我大宋威仪 黄老将军赤胆忠心 一心畏国 然而却惹恼了女帝 我望见女帝面色阴沉 便拉着黄将军 从朝堂告退 然后回到大军之中 颁布军命 即刻撤兵 女帝也跟晋国议和 每年送上前两铁器无数 只求偏安一方 这一举动 含了无数人的心 北方沦陷百姓望难悲哭 众多北伐之士 郁闷色凶 而我却早知陛下的心思 心思地犯不起一丝连依 上一世的时候 我为了女帝南征北战 付出了许多 这次班师回朝后 我把所有宏图大志都放下了 我早年间得到过一本修仙奇书 为了国事 我一直未曾修炼 现在我 两二不闻窗外事 就一心放在修行上 几日后 我竟然感应到了天地间的灵气 浑身轻盈自在 多年的就伤疼痛 也消失不见 我这才发现自己 居然有无上的修炼天赋 欣喜之余 我更是加倍用功 再也无心这凡尘俗事 另一边女帝更加重用奸相 封她为郑国公 位居极品 又可殷袭三代 还赏了她无数的精盈 那运送赏赢的车队 整整排了三条街 人马思鸣 拥堵不堪 情奸相可谓龙宠到了极致 女帝还说奸相所谋 胜过我等北伐之师 秦丞相身谋远虑 与晋国议和 我北有屏障 可不受犬容 匈奴之扰 安享太平 可为用敌国之兵 铸就自家长城 绝对是旷世旗鼓的绝世之谋 可笑的是 那群蛮勇武夫 不知谋略 只想着自家争军功 北伐数次耗费无数钱财 实在是愚不可及 女帝因此 未赏北伐之君分毫 连阵亡将士的抚恤之京都未给 这让宋国上下无数军民义愤填膺 痛骂女帝 昏溃无德 黄将军一向公正刚直 最受不得这个气 他带着诸位北伐将领前来见我 希望我能带头面见女帝 求他抚恤阵亡将士 然后逼攻女帝 废除奸相 重整朝纲 然而我只是苦笑 心知女帝心胸狭隘 又刚愎自用 听信谗言 他绝不会答应 甚至反被其报复 因此 我劝黄将军等人 吸了这想法 黄将军无奈离去 然而刚出我府门黄将军 就仰天发誓 奸臣当道 女帝无德 我等忠义之士 岂能袖手旁观 女帝时常狩猎 我们拦到请愿 三日后 女帝与奸相出群狩猎 被黄将军等人拦住 黄将军等数十位北伐将军 跪地恳求 陛下 我北伐之师 乃是为国为民 阵亡将士为国捐躯 理应得到善怨 如今抚恤未发 众人家中喊苦 多有接不开锅的 恳求陛下发放抚恤 让他们后人有所依靠 也让我大宋军民 知道陛下的恩德 然而女帝文言 勃然大怒 还是朱将导 你等武夫 也有脸来问朕要抚恤 殊不知 要不是因为你们国库 何之于心号心号心号 再者 你们之所以要北伐 那是为了自己累计军功 自私自利 哪里有什么为国为民 此话一出众将军面色震惊 女帝居然无视众人 一片为国忠心 黄老将军忍不了这口气 再度直言道 陛下所言糊涂 我北伐之师 各个赤心中胆 怎敢有私心 此言定时那秦间相所获 恳求陛下杀了此贼 以正朝纲 众将士齐声附和 求陛下杀秦间相 可是女帝如何会听这话 她柳梅倒树 更是怒气腾腾 你们敢望一秦丞相 可知秦丞相稍稍谋划 就胜过你们二十万大军 而你们北伐之师 耗费钱粮无数 与秦丞相一笔你们简直愚蠢无能 黄老将军机遇气晕 女帝怎的如此昏庸 女帝目光伶俐 又道 你们这群军将 半路拦下御驾 意欲何为 是不是想行刺阵 黄将军耿直还想苦劝 陛下 性情的祸乱国家 我大送威仪 哼 朕还不如你们这群莽夫有见识 给朕统统拿下这群谋逆 话落间 上千进军围上来 将黄将军等人拿住 可怜黄将军数十人 忠心卫国 却落得如此下场 女帝之后下诏 北伐之军 蓝御驾 抑郁叛逆 参与者全部诛杀九族 我文言心胆剧烈 连夜冒死带走黄将军等族的后人 偷偷藏在家中 同时 我便卖了家产 全部用于抚恤阵亡将士 数日后 黄将军等人被杀 一个如画的剑康城 被血染红 天地无色 草木凄凉 百姓色道豪哭 然女帝面目猙獰 冷漠屁肥 今后谁还敢提 抚恤之士的杀 谁还敢提 北伐之士的杀 谁敢非议秦丞相的杀 举国会暗 人人都坚默不语 女帝如此无德 此后定然会获及于我 我开始寻找退路 上一世的时候 我听闻东南有一宝岛 孤悬海外 风景壮丽 这一世 可作为隐居之地 我让家人 带着黄将军等族的后人 悄悄南下泉州 建造大型海船 准备离开 这期间 我的修为进步神速 已经成功驻击 全身上下力量充盈 屡屡灵光乍现 形象上重回青春 白衣树果 栩栩然间 已有出尘绝技的姿态 同时 北方有密报传来 晋国已经缓过境 有了一和 宋去的前两铁器 他们重组了军队 刀脊如鳞 一甲先鸣 又是一只虎狼之师 晋国狼主更是亲自捅兵 不日就要南下 一写之前围城之耻 我清楚 这宋国不久就要生灵涂炭 可女帝竟然开始拆彻军武 今天下太平 要那么多武复合用 还不如回家种田 我苦笑 这字毁长城的举措 定然是那奸相的谋划 看来宋国已经不长久了 过了数日 我便被宣召入宫 面见女帝 女帝高高在上 目光傲慢地看着我 岳将军 如今太平盛世 你这些日子 在做何事 我敷衍道 每日里读书写字 喝茶赏花 无甚事 女帝善笑 岳将军竟然颓废如此 可谓国家的一条米虫 也是 如今我大宋海内生平 哪用得着 你这个破鲁大将军 朕已思虑过了 今日你便把军权交了吧 以后你就当了闲事的绝严 我虽然早知女帝要夺我兵权 可如此 肆意傲慢 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我望向女帝身旁的情间像 此贼嘴角上弯 正在偷偷地笑 陛下 臣愿意交出兵权 但陛下可知 才撤大军之后 晋国南下来攻 如何抵御 女帝未言 那情间像就气急败坏的道 陛下 岳将军居心叵测 竟敢拿友邦来威胁恐吓陛下 还请陛下明察 误要中了他的奸计 女帝大笑 放心 这等军头想要拥兵自重 以兵威妖邪 朕心中清楚 接着女帝秀美一横 声音变冷 岳将军 你别想糊弄朕 如今天下太平 晋国与我国修好 更是我北方屏障 怎么可能南下 你胆敢妄议 朕可是同谋逆 我无言 本来不忍见大宋百姓遭受涂炭 故提醒一句女帝 然而见女帝如此昏庸 我便有了退意 陛下 诚恳请告老还乡 以后再不问军国大事 然而女帝却目露冷光 岳将军 你不得离开建康城半步 不然修怪朕诛杀你九族 我顿时心中生起无尽的怒火 女帝丝毫不念之前的功绩 有杀我之意 我也不怕她 哪怕身在宫内 以我修饰之能来去自如 陛下 臣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谁也拦不住 言罢我告退 转身离去 女帝大怒 豁然而起 赶走 岳将军 明目无君上 升落 周围杀出上百进军 将我团团围住 我久经沙场 面对这些寒冰利刃 我丝毫不惧 眉宇间 还生起一股豪气 臣二十岁从军 经历战争数百场 破敌杀戮 无往不胜 就凭这些君族想要拦我 闪开 我喝骂一声 静止往前 周围进军被我气势所破 纷纷后撤 无人敢动手 陛下 臣就在城内 你若敢动我族人 我便兴起北伐之势 声音坠地 我仍已在宫外 女帝如此无德 我也不必再念及旧情 留下只是要笑看 女帝的最后结局 我加快了修炼速度 修为快速猛涨 隐隐约约间 已经有承担的迹象 同时 泉州那边也有消息传来 出海大船即将修建完工 一月后就能下海 我心中大定 有了这后路 还怕什么女帝 我让族人快些收拾 偷偷地南下泉州 不久 整个府邸内 只留下几个负责打扫的老弱奴仆 这段时间内 女帝更加慌万无度 她开始穷奢极欲 正用数十万名利 修建豪华新宫 带着百官 奸向南下巡视江南 一路上数万人马地吃喝 可是害苦了沿途百姓 还回去庄稼无数 可女帝却兴致高昂 直言这江南美景 应当每年来观看 那晋国郎主得此消息 趁机南下进攻江海关 江海关首将李将军 拼死抵抗 每日里发出十二封 佳级文书到建康城 然而这些文书石沉大海 全被秦间向给拦下 女帝那边只知天下太平 却不知大宋江山 已在风雨飘渺之中 半月后 我收到信息 泉州一共建成十八艘出海大船 即日就可启航 我得知这消息后 心中最后一丝瓜也放下了 退路已经完备 那就只等女帝的最终结局了 而此时的朝堂上 已是黑暗无光 秦间向深得女帝信任 执掌大权 一手遮天 朝中百官为秦间向是从 甚至连禁军都在秦间向的掌控之中 对于江海关的战士 秦间向下令 胆敢忘义者一律诛杀 牵连九族 顿时整个建康城内 静若寒暄 无人敢提及前线之势 只有一些官员 傅商得知消息后 悄悄地离开都城 江海关那边女帝的援兵迟迟不到 李将军与数万军士死守一月 死伤过半 李将军悲哭 对着重将士道 女帝吴德 之前北伐之师 未发一文抚恤 然而却给奸相无数的惊盈 我等武夫为国抛头颅 洒热血 出生入死的敖战 却比不过那奸相的两张嘴皮子洞洞 女帝还裁撤军武 言我等武夫无用 何该回家种田 如今晋国来宫 我等愤死坚守一月 却不见女帝的援兵 诸位将士 并非我等对不住大宋 实乃女帝太过无德 今日我们便弃了这雄关 各自离去 这大宋江山游他去 众将士纷纷响应 女帝无德 无人在忠心为他 当晚李将军带着部队离开江海关 晋国大军杀入关内 轻易地得了这座大江上的雄关 之后那是一马平川 在无险郡之地可守 只需三日后 就能濒临建康城下 而这时候的建康城内 女帝新宫建成 她要宴请百官 彰显她的文宫武制 我也被邀请在列 女帝怕我不去 还派了数百名晋军来押送 我已经结单成功 拥有崔山倒海之能 和俱镇女帝的阴谋诡计 欣然前往 新宫占地辽阔 郎柱高耸 一片巍峨的气势 宫内更是金碧辉煌 奢靡浮夸 上方地座 女帝一身宽大的地袍 肃穆庄严 她扬起目光看向我 无比的屁拟 岳将军 朕的新宫如何 我淡然道 甚是豪华 那可知我宋国的国事 女帝脸露自得 自从与靖国议和以来 我大宋国泰民安 国事日益强大 这新宫就是如今 我大宋的威名 我无言冷笑 女帝已经昏溃到如此 而今日 朕将用你的人头 祭祀这新宫落成 岳将决 你还有何一言 女帝忽然目光一沉 阴狠地看向我 而我丝毫无惧 仰起头 气势一阵 未然道 陛下 今日要祭祀 这新宫的 可是你自己的人头 我花音落下 女帝脸色变得铁青 狠狠狠地道 岳将军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口出狂言 哼 朕要诛你九族 把你千刀万剐 来人 把这目无君上 北伐叛逆的当手 给我拿下 女帝破口大骂 抬手指向我 四周立刻涌出 数百进军 一个个手持寒芒利刃 将我团团围住 见我无处可逃 那情间向偷偷窃笑 女帝那更是洋洋自得 自以为将我拿下 岳将军 这回你可是插翅难逃 看你还如何嘴硬 面对着肃杀的局面 我依旧冷静如常 昂首面对着女帝倒 陛下可知 晋国大军 已经突破江海关 一路势如破竹 已将这建康城给围住了 女帝闻言一愣 随后仰头大笑 宋与晋国乃是有邦 如何会进攻我大宋 况且朕有江海关 大江天险 故若金汤 晋国如何突破 在这 李将军从未发来文书 岳将军 你这威严耸听 可吓唬不了朕 然而女帝话音刚落 忽然殿外有人高呼 陛下 晋国大军已经攻进城门 献杀奔皇宫 还请陛下速速应对 女帝瞬间脸色惨白 愣愣地出神 许久之后才缓过神来 这 这怎么可能 晋国如何打过来的 我冷笑道 陛下你该问问 你身旁的秦丞相 他可是一亲二主 女帝狐疑地盯了我一眼 随后连连摇头 冲着怒骂 好你个破鲁大将军 到这时候了 还想嫁祸给秦丞相 秦丞相一心忧戏国家 怎么可能做出忤逆之事 倒是你这个叛逆当手 嫌疑最大 这晋国大军 定是你引来的 可是女帝刚说完 身旁忽然想起一阵冷笑 那情间像满脸的朝义 大笑道 哼 陛下不必责问他 我晋国大军 并非岳将军引来 与他无关 其实我晋国大军 早在一月前 就已经兵犯大宋 攻打江海关 女帝闻言一个机灵 惊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扮上后 还游子不敢相信的道 秦爱卿 你 你刚才说些什么 秦间像摇头冷笑 神色间不满轻蔑之色 陛下 你还听不懂吗 晋国大军一月前 就在攻打江海关 每日里 李将军都会发来 十二封加急文书 可惜都被我压下了 女帝惊恶 声音颤抖 你 你居然拦截军情要事 随即女帝脸色愤怒 怨恨道 当初你可是对朕说过的 这晋国绝不会来攻 晋国国主谦卑有礼 将永远称称我大宋的 秦间像大笑 愚昧 我晋国国主英明神武 早有囊括四海 收服八方之志 拿下你大宋 是我国主一生的宏愿 而且此次出征大军 由我国主亲自统帅 只为报纳围城之耻 女帝身子击颤 你 你到底是谁 秦间像笑声更狂 陛下 我是谁 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 围城是晋国奸细 我家国主许诺过我 只要能扳倒你这大宋江山 就封我做宋王 永享富贵 女帝头顶好似惊雷炸开 整个人都猛住了 随后暴怒道 好你个晋国奸细 往真那么相信你 你竟然敢坑害朕 秦间像冷笑 是你自己愚笨无德 明明你大宋有精兵良将 灭我晋国三十万大军 都已围困我国都 那时如若不退兵 一战可破 我晋国可就亡国了 我也是试着 说了几句谗言 哪想到你这蠢女人 竟然信以为真 还逼迫你的破鲁大将军退兵 我国主因此兴奋异常 言大宋君王如诛 鱼不可及 女帝满脸的羞愧 继而无比愤怒 面色争鸣道 好 好你这个奸臣 既然敢框骗朕 来人啊 给我拿下此贼 朕要将他碎尸万段 然而 数百进军无人行动 百官漠然 无人出声 女帝暴怒不已 环视四周 你 你们怎么都不动 难道连朕的命令都不听了 百官依旧静默 偌大的大殿中 寂静无声 秦间像又是大笑 哈哈 你这蠢女人 还在大呼小叫 你不知道吗 整个朝堂都已被我控制 这里的百官皆是我的人 我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还有这进军 也在我掌控之中 你女帝早已是个废物 女帝瞬间惊呆 眼眸瞪得老大 秦间像善笑着 拍了拍手 此时户部尚书 交州出列 指着女帝大骂 昏君 你放弃北伐 与敌国议和 含了多少人的心 你不须北伐阵亡将士 又让多少军事含心 你才撤军武 让无数能争冠战之将回乡 以致我宋国无兵可用 你昏溃无能 愚蠢至极 我等早就无比心寒 秦愿降了禁国 也不愿跟你一起亡国 骂完 女帝愣愣发呆 这时她方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重盘清离 秦间像这时上前 狠狠地一脚踹翻了女帝 蠢女人 天天让我围着你转 天天向你说好话 天天对你歌功颂德 我早已恶心点的要吐 丢滚 女帝摔倒 又被一脚从高处踢落 落到我的脚跟前 我低头看去 女帝衣衫不整 头顶的玉冠也是丢了 一头长发如女鬼般披落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羞愧地连忙闪开目光 但稍后又转回头 一把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腿 岳将军救我 我无语 这女帝还有脸来求我 昏君 你方才要杀我 现在反倒让我来救你 女帝满面愧色 朕方才是被奸臣所获 岳将军 朕根本没有要杀你的意思 我冷笑 女帝几次三番地逼迫我 怎会没有杀心 哼 你以为我会信吗 黄老将军的阴魂可会信 女帝颤抖 可依旧抱紧着我 岳将军 如今只有你能救朕 速速集结北伐之师 替朕解围 我仰头望着殿外 眼中热泪涌动 你还知道北伐之师 那可知我等将士 星号星号星号北境 与地敖战 吃了多少苦吗 我们为国为民 与蛮敌厮杀 热血抛洒 战死异乡 真的只是为了军功吗 那黄老将军 还有那几十位北伐将领 都是忠心卫国 他们拦你御驾 只是求你发放抚恤 可你却诛杀他们九族 你心何人 还有我曾经提醒过你 勿要裁撤军武 自费武功 可你不仅不听 还要杀我 你心简直如独险 女帝眼中流泪 似乎很愧疚 可片刻后 她又摇头 岳将军 那些也不能全怪朕 朕那时被情间像迷惑 所以不查 岳将军你得原谅朕 快救救朕 我神情冷漠 不 昏君你并非不查 你只是愚笨 无德 我且问你 如若当初我不退兵 执意拿下晋国都城 你会如何待我 女帝脱口而出 朕一定封岳将军为镇国公 子孙永世可应习 永享富贵 我凄冷得苦笑 不 你不会封我爵位 相反你会诛杀我九族 我一脚甩开女帝的手 离开她数十不远 我与你这昏君已无因果 你的生死与我无关 岳将军 女帝伏地大哭 眼泪哗啦啦地流 此时此刻 她是真的后悔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边情间像看向了我 嘴角挂着冷意 岳将军 我家国主要你的人头 所以 你最后还得死 我淡然回应道 我也要杀你 你这个奸臣 害死了多少将士 坑死了多少百姓 整个宋国都因你而灭亡 情间像有恃无恐 昂首道 岳将军别自以为是 这里可都是我的人 你还飞不出我的手掌心 接着大手一挥 这奸臣大喝道 给我拿下这个武夫 我重重有赏 数百进军手持利刃朝我逼近 神色各个骁勇 然我只是淡淡地微笑 跟着全身炸起灵光 万千霞云铺盖周遭 无尽地威压滚滚而去 刹那间虚空中霞光刺目 金莲悬空 我傲力虚空 一袭白衣 偏然间不沾一丝凡尘 百官惊惧 纷纷跪地 是仙人 仙人饶命 禁军四散 惶恐惊悚 情间像目光颤抖 双膝跪地 上仙饶命 上仙饶命 我目光生冷 望着这奸臣 你害人无数 我岂能饶你 情间像慌忙狡辩 上仙 那些都是昏君所为 我只是 只是说了几句耳边风罢了 我目光一沉 就是因为你的耳边风 才让无数人被杀 话音坠地 我抬手挥去 刹那间一道灵光忽闪 将那情间像烘成肉渣 不胜一丝一毫 只有地上一个焦黑的痕迹 百官无不惊恐万状 纷纷逃跑 此时 外面的晋国大军已经杀到 那晋国国主趾高气昂 突入大殿内 环视四周 忽然见到女帝 脸色狂喜 那是宋国女帝 给我拿下 今晚朕要好好羞辱她一番 女帝京剧 飞奔到高台边缘 后边是追兵 周遭是烈火 女帝悲哭着 纵身跳下了火海 晋国国主大喜 然而忽然见我霞光万丈 如药日般悬空 顿时惊地匍匐在地 上仙饶命 上仙饶命 我无力改变时局 滚滚历史浪潮自有规则 然我不忍见宋国百姓遭难 朗声道 无奈宋国破炉大将军 今日警告如等 善待我宋国子民 不然娶你向上人头 言必我纵起祥云 往东南而去 下方晋国国主 带着全军朝我磕头 之后 我在泉州与族人会合 连同黄将军等族的后人 一起乘船去了宝岛 同时 我听闻晋国国主 不敢杀戮宋国百姓 并替我铸造了宗祠 让后人祭奠 而我在凡间的事 也基本了却 数年后 我结成原因 云游海外 不断 下一条